李維坦政府跟十位議員 今天去相互在上帝廟來接一會 總議員來出發 站在台北清潔到 支持這個行政區選團 在南部地方會覺得說 好像在北部的 所有的議題 都是屬於北部的議題 但是錯了 這是關於我們國家的未來 尤其我們經濟發展 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 都是關於這四個公投 能源的問題 還有我們要去TIFA 我們要去CPTPP 如果我們能夠去簽署 這樣的一個所謂關稅協定 讓我們有更優惠的一個競爭力 那我們下一代才能真正 在台灣這塊土地 真正能夠發光發亮 坦田匯表示 市的公投因為主題關係 南部鄉親覺得這是法國的事情 因為說這個關係 在台灣的經濟跟安定跟外交 所以說合照的議員 騎梯北方式清潔去站 香港公道的部長 也重要性選團 給鄉親來知道 幾區的議員一起發動 然後我們要走遍37區 所以今天我們正式所有的議員 在會贏最代表 代表會贏 希望能夠真正的 打出台灣勝利的一戰 尤其12月18號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大家都能夠 踴躍出來投這四張公投票 是不同意的 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台灣贏 是個不同意 台灣更合理 他以後 這個騎梯北公道選團第一天 丹田匯港議員 來由了贏定出發 主要是出到贏定的合結局 在出發之前 一家人也向上帝公來 上票氣球過程可以來順利 他上帝廟的主委 也特別在每一家 台北上來 跟上帝公的紅菜氣球形成 可以來順利 他騎梯北的選團 港公投市不當然正是來出發 協秀每一家家 港公投的選團體 要對麻將會騎騎到的其他的行政区 我們一起問答一下 鑫鴨菜方報的